來 明白嗎 所以你記不記得我教學的第一點是什麼 是什麼阿豪 做個真的動作 CM你記不記得我教學的第一點是什麼 進攻意識 進攻意識 我教學的第一點是 第一球一定要射入 最主要的第一件事 記住 Hesitation 要挽得起人 首要條件 你要射入球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上兩次講了下上重心 和一個Step Back 今天呢 就要講了另一個很常用的 一個挽起人的技巧 Hesitation 拜佛 和游移步 Hesitation 其實一個動作簡單一點就是 你帶著球 OK 帶著球 然後扮射 跟著過人 聽起來很簡單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 挽得起人的Hesitation 最主要第一件事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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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itation 要挽得起人 首要條件 你要射得入球 就是這樣 無論你的Hesitation 多真實都好 如果我是攻果變框 你在自己的佛球區 Hesitation 它不會理你的 明白嗎 你一定要在你自己的射程範圍 在你的食股位 使出這個絕技 絕招 Hesitation 那你就過到它了 那當然就是 不要像我剛剛那樣 真的 絕招 Hesitation 記住 我們要挽起人 第一件事就是 不要做假動作 因為當大家要做假動作的時候 你們都很成功 做了一個動作 很假的 我們嘗試做一個很真的射球動作 然後變做一個個人的動作 你那個就是 Hesitation 好 首先做這個動作之前 我們今天又要請 我們豪哥 還有另一位幫手 CM出來 因為有網友說過 就是說 我有時示範一些動作 可能覺得太簡單 做得太熟的關係 如果 例如叫阿豪 或者CM幫忙 他們示範的話 可能會更加看得出 你們遇到的問題 好 有請 鏡頭一轉 請了兩位 CM和阿豪 好了 我們首先說了Hesitation 剛剛說了 手要大條件 在你的射程範圍內 就是什麼呢 通常一個中遠距離 三分 佛球線 這些中遠距離 即是你的籃底 Hesitation 不會有人理你 我舉手隔到你 好了 首先第一個位置 你必須要令到他跳起的位置 假設阿豪抹我 好了 如果我在這個位置 我拍著球 是不是 我要射到球 首先你要記得 我們射球的動作 要做什麼 摺 坐下 射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做的動作 而且記住 你要突然一點 即突然 你又可以擠得起它了 唉 炒了 好 再看一次 第一次剛剛做的動作 記住 拍 拍 拍 看著下面 一開始的眼神 我的Hesitation 是一開始看著下面 OK 看著下面 讓它咬了 以為你過不了 然後 突然間 一個好 一個比較假的搞動作 然後 一個很真的搞動作 Hesitation 你做足你射球會做的事 例如是什麼 坐低 空向上 防寬 收球 它就會跳過來 而且呢 如果一個好的Hesitation 應該是怎樣呢 我們是拍 收 加一個下 你記住 我們是拍 收 下 下 輕微 下 停一下 它一般都會受迫的 來 做一次 看著 阿豪不按我了 OK 第一下 記住 一定要射入它 你不射入它 沒有人理你的Hesitation 明白 好了 在單彈的時候 很差勁 由頭到尾看著阿豪走南 你給人家 在這裡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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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并 硬并 你只要把球拉向上,走那一下就看着了 如果你是交叉手的话,如果你是拉向上,你可以in and out 不用特别快的,记住,记住,记住,不要,绝招,不要,千万不要,不用大路做,不要用力,平常心打一点点,就是看着它,想着过,明白吗,想着过,然后拉后, 然后,去上望,因为,怎样可以最容易拼开它就是,拍着球,突然间拉后停,拉后了之后,就是上中心拉后,向上望的时候,他见到你和他的距离拉后,见到你想射球,他不就会想跳咯,你才走, 在这个位置,不会理你的,吊转,拉后,拉起来了,对不对,他真的连不到尼克,要不要试它呢 所以,下上重心是很重要的一回事,明白吗,下,回合,拉后,回上, in and out,走 所以,下上重心是很重要的一回事,明白吗,下,回合,拉后,回上, in and out,走 对不起,对不起来源 ok pCómo2 看出来所以这可能是要静带手 例行 卡铁 C mystery 啦 大家 骊 你会变得很有用,一连续两个Hesitation,过,不停射,位置拉到那么阔 OK,好了,武器,看看阿豪和CM示范,好了,阿豪示范,准备 好的,不过和Hesitation没有任何拉伦,再来,好,停,再看一次,再看一次,为何阿豪做不到Hesitation呢? 看着,这也是大部分年轻球员,首先,阿豪年轻多少岁?21岁,没有女朋友? 有,我认识你而已,刚刚阿豪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大部分年轻球员都会这样,看一次,有没有人记住过你,阿豪? 好了,你第一刻都不想射球,你怎样Hesitation呢? 年过三十的我,你,就是拿球第一件事,不要怕那么多,射就射,把握机会 因为你没有那么强劲的体能的时候,你就会依靠回头射方面 亦都是另一件事,就是我经常说,先有意识,再有技术 为何年轻球员射球没那么稳定,没那么准? 你在接球之前,你没有射球意识 你怎样会去把握你自己的接球,令自己射入球呢? 如果是我的话,阿豪先打球,你不拍球也是Hesitation 你不拍球的Hesitation是什么?Fixed Wing 之前教过,对不对? 你再看一次阿豪刚刚的那个情况 阿豪拿球,球我交给你,球接,停,已经有两步距离 两步距离你不射球,你跑去拍球,不会有人理你 我本身你不拍球去射,我都不理你 你拍球去射,我又怎样会理你呢? 所以刚刚记不记得我教学第一点是什么? 是什么阿豪? 做个真的动作 做个真的动作 阿CM,你记不记得我教学的第一点是什么? 进攻意识 我教学的第一点是,第一球要射入球 最主要第一点是,记住,记住,记住 Hesitation,要挥得起人,首要条件 你要射得入球先 好了,你第一球,为什么律师下第一球很重要 你一定要在之前射一球 假设你试想一下你的防守 阿豪,我在记住阿豪 这个人40球不会入球 你吃什么?sactation 记住,第一点是,射入先 所以,你必须要走进一个有效射程 射入第一球,你就可以Hesitation 好像刚刚这个情况 阿豪,在那里射入了 你在那个位置就可以Hesitation 因为你的防守者就会Lock 那个位置,他射得入 这个位置,你有攻击性 你有攻击性,我就怕你,怕你,我就POP 你,他就Hesitation 你明白吗? 好,准备 第二次示范 波 是 是 是 很明显阿豪是没有天分做Hesitation OK 好,现在调缺,试试CM CM也是爸爸来的 OK 先停一停 我们的教学片,播放不同类型 有些年轻球员 有些中年轻球员 我也是中年轻球员 中年轻,记住 好,准备 好,准备 停,走步 最后,记住 接球之后,不用多跳步 你如果多跳步,就走 不要停下来 因为你已经跳过了 再来,波 对 好,停 Hesitation 的原因就是 阿豪由头到尾都控制住 防守距离 他没有令到阿豪有个突然 surprise的感觉 你不会跳的 好 记住你呢 在拍着球第一次的时候 你下球 向前 一旦后 扮射球 他就会回来 因为呢 对,飞过来 好,接着 我们再看看CM的示范 好,再来 走 好 拉下 还是没有拉下 做不到 那样东西呢 弹性向前 冲了 再来 LOOKUP 踩球 踩球 向前 拉后 射球 记住 你一定要想第一件事 就是射球 然后 记住 第一 踩 拉后 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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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背后 往前 看 OK 向前 射球 起来 明白 体力攻击 现在有程 call the wasting 你一下不行呢 你一下不行 记着 你一下不行 再来多一步 放慢下你的节奏 你射球是这个节奏的话 你就起立即重的节奏 如果你射球是这个节奏 你就起电弹慢的节奏 你不断加快 你明明是这样射球的话 你怎么 could do it 你完全不可能 所以你就记得 你慢也是慢 好快 再来 好 试一下豪 很忙的 你能看回来吗 对了 对了 可以多一点点 再来 看下方 看着方 射球 停 然后射 射 射 shorts 细 射 射 射 脑 对不对 你看看看看插… anan 不喜欢开门人 所以是这样 不要摸,你不要穿衣服,不要摸 他有穿的,做一条琴 这一下,你不射球的话 就可以恢复 刚刚阿豪那个动作 他是突然间拉后 他突然间拉后之后 他最后射了球也入 他如果那球是射球,但不射的话 in and out 是一个成功的hesitation 记住,你一定要驚喜到你的敌人 一个突然间拉后的距离之后 望榄射球,记住 整个动作就是向后 但射球重心是要坐低向上望 这个是最似射球的 向上望,in and out 走入 这个才是hesitation 记住,hesitation 最容易迫起敌人 中的话,并不是动作 而是时机和距离 做好这两个选择 你就能做到hesitation 甚至我敢说 hesitation不应该是你的脑子想定去做的 是你的反应去做的 一看到,突然间拉远了 他跳起,我走 应该是这样 我从来的hesitation都是一个反应 并不是一个动作 OK,再来 反应 go 对了 good ball 好,CM 好,CM 哎呀,刚刚good了 good了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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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perfect 刚刚都看了CM 和阿豪示范 希望你们明白一件事 拜佛 又拥抱hesitation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你預設的招式 我認為你一個最完美的Hesitation 是反應 是突然間拉後打算射球 那一下走人 如果你說這個技術 這個Hesitation這個技術 你要用得最好的話 你一定要加一個In and out 明白 因為你是想In and out走 反而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但是拼起人的話 就是靠距離和自己 你是一個你射不入球的距離 沒有可能拼得起人 你一定要在一個你射得入球 有把握而敵人怕你的位置 你就可以隨時Hesitation 拼起人的首要條件是什麼 射入球 射入球你就拼得起人 所以你見Kervy 用Hesitation最厲害的 因為他拍著球 射三分又快又準 所以拍著球 每個人都飛起來 明白了嗎 OK 好 今天Hesitation 完 Hesitation 三次 哎呀 完 了 一 一